大家好,我是徐师 现在是在北京大学数学学院读博士 大家在学习数学的时候 通常会有这样的疑问 比如说我学习一个概念 那么这个概念是干嘛的呢? 这个概念是怎么来的呢? 或者就是说当我们学习一门课程的时候 会碰到各种各样的知识点 那么这样的知识点 哪一个是最重要的? 什么东西是最本质的? 接着还有这样的问题 就是说我们会学习各种各样的课程 那么这些课程之间的联系又是什么? 或者有些同学喜欢计算 当他在陈迷计算的时候 他就会忽略一些数学的本质 这就会出现不是路山真面目这样的情况 然后我们的目的就是这样的 就是说构架起来数学的一个框架 然后让数学这个结构变得更加明朗 这样能够帮助大家能够更好地去理解 这些数学的本质到底是用来干嘛的 还有就是数学我学完之后可以用来做什么东西 我们这个本科数学30天特训班呢 基本上涵盖了数学专业高年级的所有课程 比如说有抽象代数 微分方程 十遍函数 半函分析 微分几何等等 这些课程呢 一方面比较困难 另外一方面呢 也都是作为研究生的基础课程 但是大家也不用害怕 这些课程虽然说比较困难一点 但是也是挺有意思的 比如说在十遍函数里面 有一个很经典的结论 就是说平面上的点和直线上的点的个数 其实是一样多的 这个结论呢 很违反直觉 但是当你经过30天的训练之后呢 你就能够自己独立地把这个问题给证出来 这样也是一件很酷的事情 我们的目的就是保证大家 在30天的学习之后 能够对这门课程有一个比较深刻的认识 知道这个课程的思想是什么 知道这个课程的重点是什么 它的本质是什么 在这里呢 给大家一点小小的建议 因为这些课程呢 都是比较具有挑战性的 所以说呢 希望大家能够在课程开始之前 再把数学分析和高等大数 好好地看一遍 看完之后 会对本科数学30天特训班的学习呢 会有很大的帮助 大家好 我是万民大学的同志 以前我在北大读物理的时候 我就有一个心愿 能不能有人能够帮我篡抢一遍 本科物理的所有重点难点 但是很遗憾 当时并没有这样的机会 那么做了万民大学以后 其实这个班我们已经开过两次 两次的理论物理学测询班 都有相当好的一个效果 很多同学觉得这是他们一生一次的挑战 也是难忘的学习回忆 那么其实数学和物理并不分家 如果说物理可以用这种系统创讲的方式来学习的话 那么数学也应该是这样 这一次呢我们请来了北京大学的数学系博士徐师 来为我们做这样的一次综合系统全局的创讲 通过这个班 大家将知道整个本科数学的学习中 会有哪一些坑 哪一些重点难点 哪一些高效实用的学习方法 那这将会是我们这个班的一个最重要的定位 当然这个班的难度和理论物理医学特训班一样 绝对不会低 希望大家能够跟我一起全力以赴 牛顿用数学构建了牛顿力学体系 爱因斯坦用数学创造了广义相对论 陈景仁呢用一生的时间证明了哥德巴克猜想中的一加二部分 所以在我看来数学是美丽的 很多数学家用一生的时间研究数学 只为了领略它的魅力 在我看来数学也构成了整个世界 数学是计算机的基础 也为金融和统计的量化分析提供了依据 同时与物理这门学科也是相符象征的 我希望本科数学30天特训班这门课 除了能够解答大家在学业上的困难之外 还能够让大家发现数学的美 体会到学习数学的乐趣